台风期间有船只硬是要出港 就在高雄新达港 两艘工作船说要回高雄港口避风浪 但是根据禁制令 船只只进不准出 经过劝导又不听 海水就开出了这回台风来袭 首张举发单 而天路台风它的暴风圈 已经接触到陆地 首当其冲的屏东恒春半岛 船只进港绑牢 而游客也是明显的减少 工作船往后到乔隔角度 转向航行 头也不回坚持出港 但禁制令已禁公告 只进不准出 外围环流然后有海警发布 只进不出 船长被拦下人不听劝 海巡开出首张举发单 人已前往易港口避风为由 只意出港 两艘工作船想从高雄新达渔港出港 前往易港口 说是要避风浪 不甩台风期间规定只进不出 应要出港依灾害防救法 可各罚5到25万 专往屏东墾丁 红柴坑半潜艇 寄出特殊防法加固 为了武功防法 四面帮方都有绳索 台风天无法再客 海底观光 身材工具得顾好 红柴坑渔港停了超过10艘的交法 因为船体比较轻 所以他们用绳索 前后交叉固定的方式 避免船身会晃动 陶海人没想过都11月了 竟然还要躲台风 著名后壁湖海产街 游客少了一大半 有电脚索性唱歌苦中作乐 暴风圈出路 海边涌浪不断 海巡巡查 严防游客灌浪 记者综合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